好家伙 张若云出道16年到底欠了多少个第二季 张若云 江湖人称张无忌 人家是来娱乐圈拍戏的 张若云是来娱乐圈欠债的 一路演戏一路欠 如今已经负债累累 那出道16年的张若云到底欠了观众多少个第二季呢 首先要说的就是无心法师了 15年的无心法师让当时还没有什么名气的张若云火了一把 他饰演的张显宗又酥又深情 虽然只是配角却一度抢得难一的风口 有多少人因为一句 张显宗我牙疼入坑看完了整部剧 和月起罗这对CP谁没有刻过 张显宗甘愿为月起罗付出所有 哪怕最后知道他是个吸食精气的妖怪 也依然身陷其中无法自拔 甚至最后连生命都奉献出去了 因为第一季张显宗领和饭了 所以第二季自然就没有他的戏份了 不过网友们还是对这个角色念念不忘 世上再无张显宗无人爱我月起罗 其次是法医秦明 张若云扮演的秦明可谓是经典中的经典 他毒蛇高冷有内涵 但可惜的是张若云只参加了第一季 后续的法医秦明已经更换了主角 这笔账估计是收不回来了 我们也不会知道秦明最后到底是去查啥案子了 再就是雪中汗刀刑了 堪称庆云年2.0版本 庆云年第一季大结局 是以范贤被炎斌云刺了一件 生死未捕结束 而雪中汗刀刑是徐凤年捅了赵凯一件 然后就结束了 在剧情最高潮处戛然而止 第二季的消息也迟迟未绝 张若云你这是要急死多少观众啊 不会雪中汗刀刑第二季 也得让大家等上五年吧 还有警察荣誉 同样是张若云的一部高分作品 这部剧的大结局 巴里河四子终于成功转阵 曹建军却不幸牺牲 不少观众表示意难平 巴里河欢迎你 巴里河永不散 就像这句话说的一样 巴里河的故事并没有结束 编剧已经表示第二季在积极考虑中 只是谁也不知道 这个第二季到底什么时候能出来 最离谱的是 张若云甚至连综艺都没有第二季 明珍那么多季 他唯独没有参加过第二季 张若云啊 你是不是对二这个数字过敏啊 不过好在他终于开始还债了 庆余年二播出 小贩大人再次吸粉无数 现在只有一个愿望 庆余年三可别再让大家等五年了